黄子角出面实名爆料大小S等明星涉毒嗑药了 最近台湾省娱乐圈可谓是动荡不堪 超40位明星名人被爆出涉嫌骚扰女性 其中就包括主持人黄子角 面对指控黄子角很快承认了 通过视频对外道歉 但是也正是在道歉过程中 黄子角聊起了过往在娱乐圈当中的经历 直接开始揭发大小S等人涉毒嗑药 情绪也越发激动 最后自残被送院 对于内地网友来说 黄子角还有一个更知名的身份 那就是小S前男友 黄子角在直播中透露 他与大小S去韩国玩 被姐妹俩带到某个酒店 当时俊俊叶也在 竟然强迫黄子角参与其中 类似的事件发生还不止一次 大小S还邀请黄子角去他们自己家里 和范小轩等人一起 黄子角不愿意还被硬塞 黄子角提到这些过往 也是反复强调自己不快乐 还爆料大小S曾经跑到夜店嗑药 到了最后 黄子角忍不住质问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 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我逃不过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得过呢 看上去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除了大小S之外 黄子角在视频中还点名了许多当地娱乐圈的艺人 上到大佬主持 下到演员歌手 涉及大半娱乐圈 实际上 大小S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涉涉毒嗑药了 除了黄子角之外 上一个出面指控他们的人 正是大S的前夫汪小飞 甚至汪小飞都提照了黄子角 隔空喊话小S 以前男友黄子角那事需要我说吗 真恶心 把汪小飞的喊话和黄子角的爆料连在一起看 也是对应上了 把时间再往前拨 更是早有预兆 小S本人这些年 也持续性地出现深夜大哭 精神恍惚 反应迟钝 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而同样的问题不止发生在小S一人身上 还记得华刚七仙女吗 这个以大S为首的姐妹团有位成员 叫马凯佑 她就曾经公开承认吃安眠药上瘾 中途试图停药 三天没吃就毫无预警地癫痫发作 同样是七仙女成员的吴佩茨 出面力挺大S 只是她的力挺内容相当微妙 她说大S累到一点就癫痫发作 至今发作无数次 癫痫正是药物上瘾后一症之一 一旦药没跟上就很容易发作 而怀孕生育一般情况下是不敢吃药的 这些年他们的聚会中 也有出现过疑似神志不清的画面 当时小S眼神迷离 头发遮脸 很像是磕嗨了 马Q还和在汪小飞和大S一篇旧文中出现过 汪小飞30岁生日 他们一家人和好友在酒店情生 媒体守在外面 听到汪小飞大发脾气 爆粗口质问大S 给你喝什么了 之后 汪小飞没和大S一起走 和大S一起出来的正是马Q 而大S当时的状态如图所示 之前汪小飞爆料大S 他们妈妈第一时间出面否认 张岚还让大小S妈妈救救她的女儿 这次黄子脚再次出面揭发 大小S依然是坚持不认 对外表示要起诉黄子脚 现在黄子脚也是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根据谭媒报道 他们已经失控进了医院 身边人都十分的担心 爆料视频也都全部被删除 此前 大S称 大S在家里天天躺着 吃饭要被喂 上厕所都要聚聚夜抱着去 再结合一下黄子脚爆料 他们当年就一起磕药 不得不说令人细思极恐 目前小S评论区就已经沦陷 不少网友让徐家姐妹出来 面对并接受处罚 而经纪人说要起诉 也是大概率吃准了对方这么多年没证据了吧 最后 就希望黄子脚不要有事 另外 在起诉结果出来之前 大家还是不要妄加猜测 只是觉得大小S本人也该合应一下了 毕竟有那么多身边人都出面爆料了呢 黄子脚爆出和大小S大瓜 恩怨情仇十年之久 曾宝仪也身受牵连 黄子脚前女友小S和好友曾宝仪的感情纠葛一直是热门话题 最近有消息称 黄子脚选择公布他们之间的事情 让小S和曾宝仪不能再逃避 这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曾经核实 小S和黄子脚是公认的恩爱夫妻 但是由于黄子脚背叛了小S 两个人感情破裂 直到现在 他们在媒体面前都依然是避谈感情生活 黄子脚的前女友曾宝仪 也成了这段关系的代言人 近日 黄子脚突然宣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公开曾宝仪和小S之间的关系 据了解 黄子脚曾向小S表白 并认为自己真的是爱上了曾宝仪 这一消息令小S伤心欲绝 他情绪激动地在公开场合怒斥黄子脚 誓言绝不会原谅他和曾宝仪 对于黄子脚这一行为 我认为他选择公开这种事情 是想以借此警示那些好色的人 爱情并非只看外表 更需要相互尊重和信任 黄子脚当初背叛小S令人遗憾 但是他在此之后也多次反思自己 知道了爱情的珍贵 他对曾宝仪的感情是真挚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尊重他的感情 然而 黄子脚这一行为也引起了众人热议 有人认为他的做法是在借机炒作 也有人支持他的选择 不管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我们不能否认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一些社会问题 对于感情和婚姻 我们需要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而不是简单的以娱乐绯闻的方式来炒作和刻意制造话题 在这个全民娱乐的时代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娱乐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 我们不应该无限放大公众人物的私生活 而应该注重他们在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 毕竟这才是他们成为公众人物的真正原因 在黄子脚和小S之间的感情纠葛中 我们看到了娱乐圈中一些社会问题的反应 无论我们对于他们之间的看法 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们都应该注重对于感情和婚姻的尊重和理解 同时 我们也需要更加明智地看待娱乐圈当中的事情 不要被表面的花掩盖出了内在的真实性 黄子脚发现视频承认性骚扰并报大小S 吴宗献等人猛料 乍翻台语 台湾知名主持人黄子脚19日被控性骚扰 对此他本人发视频承认并道歉 黄子脚在视频中还披露了 大小S 阿雅 吴宗献等18名岛内艺人的猛料 以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9日报道 一名女网友控诉十多年前 她17岁时被一名演艺圈的前辈抢吻 并拍下裸照 当日中午黄子脚在脸书发视频道歉 并首次露出自己秃头模样 更令导内震惊的是 黄子脚坦言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 大小S跟光头在一起 在一个饭店嗑药 她当时也被迫跟着口咬 在台北时也被范小轩 大小S和阿雅强迫 黄子脚相关言论及视频19日席选热搜 大S通过经纪人发表声明称 西元与西地对于黄子脚先生 在情绪不稳而选择自残前所做的吸毒相关不实指控深感遗憾 声明还称 徐西元心脏不好 根本无法与不能接触使用毒品 规矩